大家好 我是Pool76的小室 我是Hugo 这部机今天来到我们studio 在我们讨论区 讨论得非常火热的Sidu UHD 8000 这部机有什么厉害 最厉害是可以支援原生8K 60Hz 输出 还有4K 画质增强功能 即使是4K 也好 可以将upscale做8K 的效果 可能在画质方面我都很期待 亦有AI 的加持 在upscale 上可以用AI 来做运算 现在AI 画质是非常热的题目 究竟这部机会如何处理我们看普通电影的画质 今次就交给你 正题前提到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这部机在派货第一天 Unified Color 的Anthony 已经率先拿了一部机 拼起了它那部8K 投影机 试试这部机的画质表现如何 基本上它的留言都说 挺惊喜的 不断地帮我们 把图表发质有多好 我对这部机有多好奇 所以我问Anthony 其实这部机可以出到8K 60Hz 或者4K 82Hz 其实对看器方面有什么帮助呢 它的反应就是说 其实只要这部机的频率较高 即使出4K 24Hz 也好 其实画质也有帮助 我其实对这部机的画质真正的效果 我挺好奇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看看 不如现在先看看外观 它的高度稍微较UHD 5000的高身 兼且它的外观都会更大 看到机面的部分 看到Seedo的标准 下面有个开关 最底就看到它的UHD 8000的型号 这块是它的金属面板 再旁边就是它的标准 它的标准位置 它还有一个USB的进入在机的右下角 在Display 下面有几个key feature 都挺重要 包括支援8K的输出 支援双道比 还要支援HDR 10 Plus 打开一个金属的面板 你看到其实两个硬碟仓在一起 它每一边就可以支援16TB 总共加上就是32TB的容量 机背看到它的牌子和它的型号 下面有它的电源开关 接下来还有它的IEC的进入 在旁边这个位置就是它的RS 232的扣 去到旁边 分别有这个Coexo和光纤 接下来有两个HDMI 其中一个是Audio Out Only 网络线 接下来有USB两个是3.0的扣 接下来有USB的DAC扣 接下来有两个扣 分别有这个IR-IN 以及这个扣扣的OUT 最后就是这个两声道的扣 包括两个RCA 接下来还有两个平衡 至于上面那三条天线 分别就是负责蓝牙和Wi-Fi 机顶有一个SEEDU的牌子logo 机顶的角落 它还有一个Hi-Res Audio的认证logo 机底这四只脚 它用了一个左离物料制造 应该都有一个化震效果 这部机的外观大致上是这样的 在试机之前 我们不如一起看看它的重点规格 这部SEEDUHD 8000 是一部8K的旗舰级多媒体播放机 它来自了最新的AMLogic S928XK的处理器 它还搭载了最新的AI画质增强功能 最高可以支援8K 60Hz的输出 而HDMI声音专属输出 亦经过时钟的同步调整 可以提升音效的表现 声音解码方面 它搭载了一个ESS9069Q的DAC解码 最高支援DSD512 和PCM768K 32bit的解码 另外它分别用了高级开关电源 和大型环游线性电源 独立负责数码和无耳电脑 这部Sidu UHD 8000 的旗舰级多媒体 播放机的香港定价是9980元 刚刚用这部UHD 8000 来看了 哥斯拉大战金刚的新帝国 4K 24P 的版本 在这部机上 我们输出120寸的4K 投影机 我觉得画面的颜色 和处理 noise 的控制 是挺深刻的 刚才看的那一段 就是它在一个 类似一个部落 接着就加持 接着它就会找到一只大的飞鹅 中间其实就会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变化 再加上找到飞鹅那一段 有一个非常之光的位置 就会由很黑 接着去到爆光 我觉得它控制高纲位的位置 就做得非常之不错 就算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么爆的画面 其实它还可以保留 那位妹妹面上的五官的细节 我觉得在控制上做得挺不错 我相信应该是跟它今代新 用了VS10 的引擎 去将Dubi Vision 单转回到HDR10 因为我们只能出HDR10 的关系 在这个状态之下 其实它可以这样呈现给我 做到Tone Mapping 我觉得它已经是非常之不错 而在声效上来说 它的立体感非常之厉害 尤其是它的定位和空间感 出来的感觉 后置声和前置分离度非常之高 但咸接感也非常之好 唯一一个觉得可以再加强一点 我会在低音上面 我会再加强一点超低音 令到最低那一层的阵腹脚 可以更加容易伸展出来 我觉得就非常之正 我刚才试试了这个UHD8000在看器方面的效果 确实方面我找了几套由原碟做backup的档案去做测试 当中我包括最新一集的猪鬼感死队 TOPGUN2和最新一集的哥斯拉 比较深刻一点的就是我看猪鬼感死队 即是冰封的未来 你会看到那个层次 特别是在车厂里面的演员面口 或者是那些气服的质地 在一个8二寸的画面下 你会看到那种质地 或者是那种的层次来说 都挺自然 兼且电影感都挺不错 其次都会说一下TOPGUN TOPGUN其实算是一个挺有兴趣的画质 其实比较深刻一点的部分 就是汤葛老师试试的Prototype 那个战机的时候 因为那个场景其实都挺黑 我记得有一个镜子 拍着那个战斗机 然后下面有一些烟雾飘散的位置 我认为在24Hz的显示下 其实烟雾的扩散 自然感到挺强烈 而且那种立体感 那种質感都挺有电影感之外 戴面罩和头盔的时候 我记得它那张黑色的沙发 或者甚至可能它头盔上面那种质感 在一个这么低光的环境下 都显示得到那种自然感和那种质地出来 以一个投影机的设定来说 我觉得这部的UHD 8000 都在画质方面有一个挺明显的加持 至于声音方面 我觉得这部的UHD 8000 都有相当不错的惊喜感 譬如说是最初中间感死队 它握着车在一条街上飞车的时候 然后有一些渠盖在坑渠里弹起的时候 这部机出到来的讯号那种中高频 那种分析力 那条龙又向上飞 又左穿右插 那种轨迹感它都显得出来 然后渠盖爆出来的时候 那种动态 其实你都感觉到那种震负感 整体来说 声音未至于那种亮感 真的会很近身的那种感觉 但那种刺激位 或者是那种动态的自然来说 都是其中一个看起方面的特色 除了试器之外 其实这部机的UHD 8000 在一个界面和设定方面 其实还有一些位置可以再做一些fine tune 不如现在一起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是UHD 8000的一个操作界面 看到其实那个风格 其实从之前 比如说UHD 5000大致上一样 但那些icon明显其实都做了一个少少微调 现在变了更加清晰 其实这代机最深刻的地方 就是在App方面的完善 有很多特别来说一些音乐的App 那我现在进去看看 全部应用程式里面 除了我们会看到这个Play商店之外 有一些我们听歌常常会用的App 例如Tidal 或者是Apple Music也好 我们其实在这个App商店里面做了一个安装 那它这个short cut这个位置就会显示出来 我觉得有个surprise的位置 就是当我去找回这个娱乐Cat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这部机 它还可以支持一些电视的程式 因为这部SIDO的UHD 8000都很强调 它自身在两声度方面的播放 所以它都分离了一个 它叫做Music Player的分类 让你进去找回双方的功能 吉手指 或者你在NAS那里 做一个叫做scanning之后 它就会和你分回不同的一些曲目的总录 可以在这个大的categor里找回 另外其实它还有一个都挺重点的 就是说这个叫做Poster War的功能 基本的scanning之后 然后它就会和你匹配回海报 然后还有些基本的资讯 还有你现在当前这个档案 那个backup的资讯 比如说4K 双道比 然后还有一个多按格式的MKV 最后进去设计的部分 再看看有什么变化 显示设置的位置 如果你当下是接驳这个8K电视 比如说60Hz 其实它最顶部份 这个位置 其实它就会显示支援的部份 另外一个位置 我觉得它的设计也简化了 就是这个音频设置 看到有两个位置 我想可以注意 就是说有一个叫做HDMI主后 即是HDMI主后 以及HDMI的音频后 因为如果一个止播方法 就是玩了显画分家 所以我的音频的内容 我就会转到HDMI的音频后 另外有一个设计 我觉得大家在看电影之前 可以做一个设计 变成画面的流畅度都有改善 首先就是找回这个播放设置 一个叫做自动征律的功能 在本地播放那里 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匹配征速率 变成减少那种拖尾 或者残影的现象出现 那看下去 其实还有一些短片可以在这里加上 在操作方面 其实都算挺简便和人性化的 接着我会再找多几部电影 以及找几首歌去听 试试其实这部的HDMI8000的potential 去到哪 我纯粹在YouTube上下落了两段8K60的影片去试 这份今天我们要将它改善做一个4K的820寸的画面 我觉得画面的细密度和立体感都有一个选择 另外我再找来一段纯粹的试试 播放过程中 你会看到颜色的单改善过程 基本上都是完整的 是顺利的 在下一部4K HDR10的标准下的Projector 看得到无论颜色的变化 Tone Mapping的完整度来说 都挺健康 都可以显示它原本硬有的效果 整体来说 Tone Mapping或者VS10的图像处理方面 其实都挺完善的 说完留言之后 其实这部UHD8000还有一些画质的设定 其实可以和大家分享 在设定完之后 相信画质也会更进一步 到镜片里面 其实它还有一个Potup menu 大家可以按出来 到最底的齿轮位置 高级设置 你会找到一个叫做AI画质处理 一个叫做AIPQ 另外一个叫做AISuperImage AIPQ的部分 其实它是对画面做一个细节增强 设定方面 它其实有高中低三个Item可以选择 AISuperImage方面 你想象下这是一个Upscale的功能 在里面一样有高中低三个选项可以给你调节 显示信息 其实它两个Item 你开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在左上角和右上角 各自都有一个Item 它会显示出来 当下分析的状态 它会实时分析当下画面的特征 譬如看到人的话 它会显示皮膚 不可以预期 一开的时候 就整部片变灵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因应自己的喜好 on off这个功能 很牌 音乐方面我刚才试试了它的Tidal App 两首歌都是Atmos Mixing 当下的系统听到声音的完整度其实挺高 因为这部机的HDMI Audio R做了一个时钟的调整 变成了出来的声音讯号的公整度或者背景的分层度 明显都会比平时的HDMI Out的讯号优秀 整体来说我觉得声音的立体感和空间感其实都挺不错 特别我记得比较深刻的会是Jennifer Lopez的声音 和Andrew Pochetti 两个人不同的开口口型 或者是先后的定位在当下的Multichannel System下 出来的结像力也挺强 我发现这部机的中高频方面的指现力也挺突出 特别人声咬字甚至口型方面的结像也挺全面 我觉得如果你说真的想要用一部机 差不多是做完 譬如说是听歌甚至是用来看电影 我觉得这部机来说 在解析方面也算是一个挺好的方案 歌我听完 接下来找上代旗舰UHD 5000 和这部UHD 8000做一个PK 看看今代提升了多少 这部机的取向也挺不同的 因为UHD 8000转换了用M Logic的器材设计 出来的画面 我觉得明显在黑位方面的处理也挺不一样 它开盘时 夜景的位置 老人家好像在车里睡 你明显在UHD 8000看得舒服些 之后你不用太用力去找些细节 8000上它的亮度明显比5000高些 之余 它的亮度的松容力是会比较好些 HDR的亮晶晶的感觉是做得非常舒服的 在很多枪战或有大量枪战的情况下 它们穿的避弹衣的背心 在8000上面 因为有8K的UPSCAL加持 当然我们也是推出4K 但因为它可以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它在细节的纹理、线、 或者一些材料里面 Sharpless是会比较好多 所以你一眼看下去的时候 所有东西的立体感是会比5000 凸出了一点点 但5000真心老实说 它已经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在颜色 但在高亮度、立体感和细节感上 它就会让你感觉到它是上一代的机 但如果没有AB比较的话 老实说5000也挺大 音效方面 5000和8000两代机 其实我觉得各有一个取向 新一代8000的机 其实它会做出效果比较阔一点点 空间定位比较清楚 而5000就会比较像一个大的翁 而8000的音场就会大一点 定位亦都清晰一点 那你又怎样看呢 我觉得两部机的声音分野挺明显的 UHD 8000明显是做了一种比较分析力强 空间感强和刺力都强的声音定位 至于UHD 5000 我觉得它会是一种比较老派一点的 叫做analog的声音定位 可能以量感取声 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类型的玩具 我都会有心买心 因为始终希望后续能力更加强 我才会入手 我自己来说 都挺认同它说一句 有心买心 因为始终在家庭影音上 晶片都占了一个挺重的地位 尤其是今次它这个晶片 是可以解到8K 60p 或者4K 120p 虽然我们如果说看电影来说 其实是没有这个规格的需要 但是的确在频宽和处理力上 它可以做到那一种规格 其实换句话来说 它要照顾4K 24p 的时候 它是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之余 它亦都可以在上面加上很多功能 例如AI这些功能 估计论也好 即是看到效果尾也好 但起码它是可以有能力 去处理到相关的工作 令到它整部机器 是可以做得轻松一点的话 其实对整体的家庭影音的效果 都是有这个帮助 这代机器在音乐串流方面 的支援明显是改善了 可以说是一个大约性 我觉得是无论你用来听歌 或者用来比较传统的方法 可以用来看电影 有一个名称 整个操作来说 我都算是一个很完善的生态系统 刚才在玩Apple Music 或者是Tidal Connect的时候 可以出到Atmos 其实已经可以取代到很多不同的玩家 如果我们要听Apple Music 可以听到Atmos 以前我们只能够用Apple TV 或者是Ever Solo 其实都可以 所以来说 如果我们要找一部机器 又看到电影 又高质 又可以听到歌 又听到Atmos的效果 我们用AVM来听到歌 其实都可以使用 这个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希望可以这样改变一下 香港看电影 或者是听歌的朋友的一些取向 以它这个性格来说 可以玩到一种Hifi味 或者是高阶玩家的味道 它这个性格来说 可以说是超新的 好了 今次就辛苦了Hugo 就跟大家分享了 Zidu 这一部新一代的旗舰UHD 8000 一个Media Player 在看电影和听歌上的感觉 希望如果大家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玩法 或者有什么提升 可以令到部机更加厉害 欢迎在留言 告诉我们 而我们讨论区 其实都已经有非常多的师兄 入手了 大家也可以去我们讨论区 去看看师兄的开箱 或者是一些玩机的经验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看到影片的影片 请给个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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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